如果我们福灵呢,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它的药性呢,也可以这么说,就是我们中医在说到福灵这味药的时候啊,总是喜欢说它是,它这个药的药性本质是属于羊,可是它的效能都作用在阴。 就是我们如果知道它是在松树跟泥土之间的这个位置的存在的话,什么叫做本质属于羊啊,就是它的能量本身都是要保护我们身体几个有阳气的部位,不要被湿血所伤害,可是它湿下去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,我们的湿血被排掉了,被抽掉了,所以本质属于羊作用在阴,这有这样的说法。 那这个说法,如果你们,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科学化学的角度来讲呢,其实也还算说得通的,就是如果用一个科学化学的角度来讲的话,福灵它里面味道很淡,那中医认为说味道淡的药都有什么效果啊? 都有比较肾力的效果,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啊? 就是味道淡的药物会能够把什么东西排开,排干净啊,所以它有肾屑的效果。 那,福灵如果用现在的科学术语来说它的话,它里面含有很大量的电解质,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小肠吸收水分。 为什么我说小肠呢?其实人体啊,最会吸收水分的内脏恐怕是小肠不是大肠哦,我们人体每天口水啊,或者是胆汁啊,胃液啊,这些消化液,每天这样的滴进去,我们吞下去啊,差不多每天是有十公升以上的消化液在小肠被吸收的。 并不是大肠,就是小肠到哪儿,等到小肠吸完了放到大肠,其实已经都已经有形状了,就是大部分的水是小肠吸收的。 那小肠跟心脏是相表里的啊,就是一体两面的一个一对脏腑。 那小肠跟大肠,跟心脏都是什么?永恒的42度,就它们温度特别高。 如果小肠温度掉了一度,这个人就会狂泄不止,因为小肠如果温度低了一点的话,它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吸水的功能了。 这个人就是经过小肠那边的热水,都没有办法被吸掉,然后就热水冲下去,就会热力。 所以小肠稍微冷一点,人就会狂泄不止。 那,茯林呢,这个它里面的电解质,就是很可以帮助小肠那边,把这些水都吸收掉。 那,小肠吸水的这个能量是来自于心脏,对不对? 那,心脏这个能量给小肠用,小肠的能量再汇入官员,然后再转到命门去给肾脏用。 这是一个能量的角度来说的。 那,如果你用了茯林帮助小肠吸水,其实间接来讲,它就省了我们心脏付出的能量了,对不对? 就可以帮心脏省元气。 所以,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茯林,说茯林是一个补新阳的药,那也不为过。 就是以一个节省的角度来说,它可以是一个补新阳的药。 那么,那这个,茯林啊,他说,一鸣浮兔为肝瓶生山谷啊,这《神冬本草经》写说,智这个胸邪逆气,幽挂经邪孔记啊。 这些东西,多多少少呢,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水代谢不通畅,乃至于有潭水之类的东西,留在这个中上胶的区块。 然后,这个人呢,就会有塞住的感觉,气不通畅的感觉。 那我们这个心的这个区块啊,以物质的这个心来讲,在跳动的这个心脏来讲呢,物质的心,我觉得在中医的世界还是称之为心包,比较恰当一点啦。 就是这个物质的心脏呢,它是很怕有一些代谢不良的水粘在上面的,它好像包了一堆痰,就是好像包了一堆保鲜膜在做运动,那是很可怕的感觉,会有心脏病。 所以那个木房鸡汤,如果用那个石膏无销,就要加茯林芒销嘛,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把包住心脏的那些水血去掉,这是只有形的来讲。 那如果是无形的心脏,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灵魂的中枢啊,这边这个能量,好像一个一个球状的东西。 它如果我们这边有太多的湿邪弥漫在我们的胸部的话,无形的心脏也会有情质上面的反应,就是心乱啦,心慌啦,容易难过啦,之类的,容易心情不好。 所以浮灵呢,在这些作用上面都是有帮助的。 那心下节痛啊,心下的话就是,比较是我们胃的上面啦,心下节痛啊,一般来讲我们也会说是有痰瘾啊,纠结在这里,所以呢,它会有硬快的感觉。 那这个时候是用浮灵没有错,那比如说,胃这个地方有太多的痰瘾代谢不掉,有一个经方叫灵贵竹肝汤,浮灵贵之白竹肝草汤,那就是能够借用这个浮灵的力量来把这里的痰瘾化解掉。 那另外还有一个,也可以说是治心脏病,也可以说是治气喘病的药,叫做浮灵杏仁甘草汤。 那这个浮灵跟杏仁甘草一起运作的话,就治疗那个气喘病发作,好像胸口忽然紧起来那种感觉,那吃了之后就会松开。 那也是把这个塞在肺里面的痰水把它排干净啊,所以这临床上治疗心下节痛这些方子都是存在的。 那寒热反满可逆之口胶舌肝利小便啊,那这个寒热反满可逆呢, 多半它是指,就是说身体里面这些不舒服的症状,往往是因为水代谢不良产生的,那就有用。 就像浮灵能不能治咳嗽,我想浮灵不是一个直接治咳嗽的药,可是如果你的咳嗽是因为有太多的痰瘾激在你的中胶或者上胶,那浮灵就会有用。 它本身不是止咳的药,是一个去水的药。 那另外呢,它有个功用说止口胶舌肝利小便,那这里呢,就好像要让人想到浮灵啊,它的药效的古今的不同了,因为古时候的浮灵比较是天然在松树底下自然长出来的,那长的时间比较久。 那它的药效也会比较好,那我们现在,那我们中国人其实到后来就发现怎么样可以像种香菇一样,刺激松树底下长出浮灵了。 那后来我们人工种出来的浮灵,就比较欠缺的那一股,它该有的能量。 也就是说,照理说浮灵它帮助这个膀胱跟肾这个区块的气化功能,它就会让我们能够,我们说这个无形的水晶之气, 能够上传,那上传之后呢,这个人当然就会水就上得来,于是嘴巴就不干了,然后小便也很通畅,对不对? 这是一个整体的气化的机能。 可是我们今天买到的浮灵,就止口干这件事情,效果就好像没有古叔叔的这些方那么强,就感觉比较,比较没有感觉。 那可能是我们现在的浮灵药效可能稍微稀薄了一些啊。 那这个浮灵呢,它的作用是这个力小便之口交舌干,从这两件事我们就可以知道浮灵它的性质,它有带给我们新盛的帮助呢,是有帮助到我们这个水晶之气向上走。 那么,我在讲义里面有一个补充的什么,越美中用浮灵引脂掉头发,有没有看过那个议案? 在讲义里面,第几页啊? 23。 23啊。 那,那这个东西就是,这个用浮灵治疗脱发呢,这也是,大概是这个理论的一个延伸。 那这个,这个理论呢,在这个地方,说到头发的话,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它。 首先是,我们如果用西医的角度来说这个脱发哦,人为什么头发会掉? 如果用西医的角度的话,就是,像什么落件或什么东西,它里面有些东西所谓的血管扩张剂。 就是,因为我们头发要靠头皮底下的微血管来养它,对不对? 那如果我们头皮底下的微血管都好像塞住一样,那我们的头发就得不到滋养,就会很容易掉下来,是不是这样子? 那所以有人说,要让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品质变好,什么变好,说治掉头发,我们用补养肝肾的药有没有用? 也有用啊,对不对?补肾的话,骨髓就会好好造血,补肝的话,血液的流动就会比较顺畅,这都是对的。 那浮灵治疗掉头发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,就是,我们在辩证的时候,其实可以说,有一种辩证方法称之为,气血水辩证。 就是人,哪些哪些部分属于气,哪些哪些部分属于血,那还有一些部分属于水。 那么,如果呀,我们的头部,比如说像有些助教他们去那个,哪里整骨啊,整骨师父就会说他,哎,你的头上湿气很重耶,头皮都厚厚的, 你知道,头皮的肉都厚厚的,摸起来好像肥肥厚厚的,其实这就是,你的头皮里面有太多的水或者油,这都是在中医辩证属于水的范围。 那你有那么多多余的湿气塞在头皮里面,其实剩下的空间给血管的就少了嘛。 就像我们中医治疗这个高血压,有的时候,那个肾阳区的高血压,我们会用蒸五汤来移,对不对? 那蒸五汤,它降的是血压吗? 其实说不定降的是水压哦。 就是你的血管之外,还有你全身的水分,那些水分都代谢不掉,就压了你的血管,弄你的血压变得很高。 所以你治高血压究竟是要治疗血还是治疗水,就是一个问题,对不对? 所以呢,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这些代谢不掉的水能够代谢掉的话,那可能头皮里面的血管压力就减轻了,头发就能够得到滋养了,这是一个层面。 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中国人说呀,松树是下有茯苓,上有微喜枝,就是茯苓它这种菌类啊,那菌丝竟然可以穿透松树, 到松树顶上去长一种类似香菇还是菱汁的东西,叫做微喜枝。 所以我们中国人看中了它这样一种生长方式,就认为说,茯苓这个药有本事把你这个在底下的元气输布到你的头顶去。 所以大家是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,茯苓能够生法的这个效果。 当然将来如果讲到那个小柴胡汤的时候啊,那个也会讲到说,有些人他那个斑凸啊,就是头发好像掉掉一块那种,用小柴胡汤在日本那边有很好的疗效。 那小柴胡汤它清的是什么?清的是淋巴,就是也是跟水的系统有关系的。 那么,我们身体无形的水的运行,茯苓能够帮助它上来,这是茯苓。 那,所以它能够指口交舌干,然后又立小便。 那神农本草经如果讲到这个株林的话,神农本草经说它是怎么样啊? 神农本草经会说,株林是立水稻。 那水稻是人体的哪里啊? 照我们中医尝试,水稻指的是三胶。 三胶,如果是广义的三胶,它包含好多东西,但是狭义的三胶,就是人体的淋巴系统。 那,我们说阴与阳,同学是不是就能够对比得出来? 浮林这一边,它调整的是人那个无形的运化水的那个气,就是那个能量的那一边对水的作用。 那,株林立水稻,那就是实质上面,淋巴本来就是身体输送水的管道嘛,对不对? 所以就是有形的东西。 所以,从这个角度我们说,浮林从无形的角度在管制人的水。 那,株林从有形的地方在管制人的水。 这是一个阴跟阳的分别。 那,株林的药性可能我们以后再说也没有关系啊。 但是就是从这里呢,让同学稍微看到一下, 这是,即使就是树底下的香菇啊,也不是香菇啊,菌类啊。 我们也有这样阴阳的分盘。 那么,因为它很可以呢,帮助我们的这个心的这个区块比较干净。 所以,九福它说能够安魂魄,养神啊。 那,不积延年是古时候到家的修炼者,要避古啊,要不吃饭,也可以用浮林当作是一种代替的食粮的。 那,那我们刚刚讲到,一位佛林颖,他能够治到这个掉头发。 那,一位株林颖治什么呀? 那,一位株林颖的话呀,他治的是,好像是比较多是妇产科。 那,一位株林颖,他在妇产科里面治的是,在怀孕的时候,人的身体容易肿,妇人身体怀孕的时候身体肿的话,那是用那个,就是株林打成粉。 然后,每次就吃个一两功课,然后每天吃三次这样子,那是治怀孕的时候的水肿的。 那,说到这个,这个去水药,说到阴阳,像有一些药,不如现在跟同学稍微带一下,这样子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也不错。 就像,佛林跟株林,它有一个药性的阴阳的分别。 那,佛林还有跟另外一个药的作用,会让人觉得很容易混杂的。 就是另外一个叫做泽系,有没有人听过啊? 泽系在中医里面也是一个沥水的药,而且呢,那泽系它是一种水中植物啊,生长在水里面,然后呢,它好像有一个比较大的根,然后可以长出它的这个,这个苗。 那,因为它长在这种脏脏的这种水池汤里面,然后它里面的根也很干净,也是味道很淡的,然后还能够把这个很漂亮的苗生出来。 所以我们中医一样认为,泽系它是有一个,能够把这个脏水排开,然后把它的生命力透上来的效果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,我们会觉得,哎,好像泽系跟佛林这两味药,作用起来的感觉很像。 那,那究竟为什么张仲锦有的时候,像武林伞里面,又要有泽系,又要有佛林呢? 就它们那么相似的药性里面,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? 其实,简单来说就是,前面讲过说,佛林是贴着松树根长的,佛林是站在羊的这一边的,那泽系是泡在水里面的,泽系是靠在阴的这一边的。 所以,如果说,我们身体有一团脏水好了,佛林是从脏水之外的这个所谓气的层面,去把这个脏水赶跑,那泽系呢,就好像在脏水里面呢,把这个水里面的脏东西逼出去。 所以,泽系在水里面作用,佛林在水外面作用,就它比较有这样子的分派。 但我这讲法是一个比较象征性的,但是基本上药性上讲,有这样子的概略上面的大差别。 那么,佛林引致掉头发,一位朱林引致怀孕的人水肿,那一位泽系是什么呀? 这个,泽系的话就是,泽系那个打成粉,然后用盐开水吞的话,治疗的是阴汗,就是两腿之间有那种很容易出汗,然后那个汗的味道又有一点腥臭不好闻的,那是泽系。 那,是不是同学就可以从这三个组织里面略微地看出,这三味药的药性还是有一点不一样? 那,就是有一个作用的那个调子还是有一点不同的。 那么,那佛林之外呢,佛林之外,还有几个药,就是顺便跟同学提一下,但是呢,不是我们现在主要讲的。 就是佛林之外,还有一种药,叫做土佛林。 那,土佛林就不再不是菌类哦,土佛林它是一种,应该是一种植物的块根类吧,就比较不是菌类,比较像是芋头那一边的东西了。 那,土佛林跟另外一个药,叫做碧芥是非常像的药。 那,土佛林跟碧芥同样是可以去湿的药,不过呢,碧芥的,土佛林跟碧芥其实在药性上面有些地方就真的很相似,这两种药是很像很像的药。 那,只是土佛林它在去湿的同时呢,也有把身体里面一些毒素排除的效果。 也就是,去湿之外,这两味药都有一种去风的效果。 像土佛林啊,在中医的传统里面呢,有几个比较主要的组织,一个是致霉毒,土佛林是致霉毒的特效药。 那,那个时候,中国人一开始制霉毒是用那种金属药,就是铅粉、氢粉之类的东西来制。 那,后来呢,觉得有副作用了,就改成开始用土佛林。 那,土佛林在那个时候被称之为什么呢? 称之为剃骨搜锋啊。 就是,你身体里面的那些很细微的地方的血气,它可以把你挖出来。 那,它的这个药性到底有什么好呢? 就是,将来可能会骄傲,像头痛药,我会跟同学说,就有一些特别的那种头痛。 那个头痛是有风鞋钻到很讨厌的地方,一般药挖不出来的。 那,用土佛林可以挖出来。 那,毕届呢,一般是治疗风湿的时候用的啊。 所以,药性又跟佛林不太一样。 那,像我们说,凡是从水里面长出来,然后又很干净的植物,多半都会有这种去湿剩湿的效果。 像泽蟹之外,如果是种子类的,像什么,薏仁啦,嵌食啦,那都是臭水沟长出来的东西嘛。 所以都是有这种排除这个湿血的效果。 那,薏仁的话,如果每天吃一些薏仁粥,也可以去湿,也可以美白啊,对不对? 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排除这个浊气。 所以呢,如果像我们中医那种敷脸的方,当然几百种药都可以敷脸。 但是,福林粉敷脸也是效果不错的一种,就是敷了之后比较会美白。 这样子,再用蜂蜜或者是鸡蛋白调一调,福林粉敷脸,那效果也是还蛮不错的。 就可以把身体里面的这个邪气去掉。 那,我们这个下课一下好了,下课一下再来。